张化机务抢修队的人员编制 是由该段检查骨、检修骨及技术骨人员组成 抢修器材及抢修车辆组 平时放置于该段的88吨吊车停留线上 目前吊车吊臂以回转置定位 手臂左前左后右前右后脚架支撑解除并复位 抢修人员将支架、软木锁、钢锁及枕木搬回抢修车 吊车架、找架规定位后 指挥吊车将吊车驶离事故现场 吊车停息后检视各配件是否规定位 再拆下出轨轴轴与离板间的链条 检查出轨车辆损坏情况 现场至少应修理可置回送反击木段的程度 完成抢修 公布抢修 公布抢修